2023元旦日 全球各地烟火响彻云霄 但是乌克兰境内传来的却是空袭警报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士兵在有所行动 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展开连串袭击 基辅市长克里克尔表示 按照基辅军事管理部门消息指 23个由俄罗斯发射的飞行物体 被他们拦截摧毁 期间有一辆轿车遭殃 目前为止还没接获任何人员上网报告 据悉南部赫尔松地区和北部日托米尔地区 也有爆炸事故但详情不明 尽管如此部分民众仍旧站在自家的阳台 高喊荣耀中归乌克兰和英雄 每个人都满心期望着战争早日结束 让生活恢复平静 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 乌克兰全国也拉响空袭警报 但是基辅就传出至少十次的爆炸巨响 量成一死多伤